头脑聪明的孩子仅需五秒就能分开这对非比寻常的两颗钉子 传闻这是古代智者开悟孩童智商的一道意志烧脑拓扑谜题 几乎在所有人拿到手后 都会下意识地拿着钉子往夹缝处任意地拉拽 这时候你会发现钉子被牢牢禁锢在缝隙内 转而尝试右边的夹缝 结果还是遭遇相同的棘手难题 一目了然 硬拉硬拽并非明知之举啊 上下打亮这两颗钉子的设计结构 钉子的设计真是意想不到 恰到好处 用蛮力是无法分开的 看似无解 从古流传至今 这简单又精妙的设计 劝退了许多的聪明人 看到这 你能想到其他方法吗 这相当考验孩子的耐心 以及变通的思维能力 那些经常玩一只玩具的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得尤为出雷拔萃 他会信手拈来地运用空间错位法 让两只钉子相互交错而取出 然后信心满满地将两个钉子往后抽拉 满心欢喜地以为就要大功告成了 却不曾想被钉子中间的折弯之处所阻挡 使得这两个钉子根本无法直接解开 然而接着你会发现 无论是水平抽取或者转动钉子位置拉扯 都被钉子中间这独特的折弯设计所阻挡 万万没想到 古人真的是太有智慧了 竟然把两只普普通通的钉子 设计得这么简单而富有智慧 两个钉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不可分开的闭环结构 到这里了 大多数孩子就放弃了 再也想不出其他对策了 但往往成功的关键在于 是否具备独特的视角 以及正确的思维认知 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孩子 平时在家有没有做逻辑思维训练 善于思考的孩子 一般反应快 善于观察 他会举一反三 随机应变 聪明的孩子 他会将两个钉子 同时往后翻转158度 当钉子的圆环 成形一个交叉的状态时 此时很重要的一步 再把两个钉子向上翻转178度 然后再次相互抽拉 这样两把钉子就成功分开了 学霸和学渣最大的区别 并不在于智商 而是在于思维认知的不同 经研究发现 那些经常玩意志玩具的孩子 要比同龄孩子聪明很多 比如这款智力解构24件套 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孩子在玩的过程中 无形中锻炼了逻辑思维能力 和空间想象力 以及对专注力的培养 家长陪着孩子玩 还能增加良好的亲子互动 寓教娱乐 把孩子玩手机的时间 用来做这个智力解构 是不是更有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